我回来了 哎女儿 你打我来呢 就是姐夫 你打我妈干嘛 你打我妈干嘛 妈 你没事吧 妈 自从我跟莎莎结婚以后 你上演了无数次这样的苦情戏吗 之前我为了孩子 忍了无数次 但是忍耐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非要把这个家 搅担才好吗 怎么的 你看不顺眼 你可以走啊 姐夫 你不过是个倒茶门的女婿而已 你来到我们家 就得替我们的 我姐姐呀 就是有资本 外面排着对追她的人啊 多的是 你算个什么呀 你知道我为这个家付出多少吗 自从我来到你们家以后 我处处都要忍啊 我也是有父母吧 我也是我父母的孩子 我也是我父母的心头肉啊 我来到你们家八年 我无时无刻都在忍气吞声 你们还要我怎么样 你喊什么喊 啊 这可是我亲妈 她是我亲小妹 你这么跟她说话 你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她可是我女儿 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 她不像我 像你吗 如果让我姐在你我之间做选择的话 我姐肯定选我和妈呀 毕竟啊 这血缘关系是剪不断的 莎莎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你说的不就是屁话吗 他们是我的家人 而你呢 顶多就是一万人 这再说了 倒插门的男人啊 就像臭血电影 没了可以再换呀 哎 哎 你这爸女儿呢 就算 带我姐干嘛 这一巴掌 算我们两个两亲了 结婚这么多年来 我跟你妈就没有红过一次 可我换来的是什么 换来的是你们无数式的骂骂和侮辱啊 家务活我干 孩子 跟你们性我也无所谓 可我毕竟是个男人啊 我是个男人 我最起码的尊严 你们应该给我吧 我告诉你们 该走的不是我 是你们 凭什么凭什么呀 我告诉你 这个家里是我姐的 凭什么 我告诉你凭什么 就凭这套房子 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就凭你们吃的穿的用的 刷的全部都是我的卡 姐 姐夫说的是真的吗 我 结婚的时候 我是没钱没房 我就是个穷屌丝啊 所以我甘愿到插门 做了上门女婿 结婚后 我拼了命的工作 一点点的把公司做大做强 我为了什么 我为了就把我失去多年的尊严 给拿回来 我现在做造 莎莎 念在我们结婚多年的份上 我不想把话说这么绝 现在请你们 立刻马上收拾东西 滚出我家 走 终究是个水素难渴 青年飘过四冬天 观看 好